各位学员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23大网校 我是主讲教师林平毕 我们在这里呢 依然开展的是2021年的 一级教师公路工程管理实务 教材精讲班的学习 那么在上一课里呢 咱们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第八节特殊陆基施工技术里面的 第一个内容 软土地区陆基施工技术 那这小节呢 我们说是一个重中之重 因为在最近几年来 出现案例的频率是非常高的 希望大家要着重注意一下 最近几年没有考过的施工技术 好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咱们的第二个小内容 膨胀土地区陆基施工 我们今天讲解的对象是膨胀土 咱们其实在前面已经讲过 膨胀土的特性了 在哪里讲呢 你可以脑补一下 我们是在陆基填料里面提到过 咱们说强膨胀土 是不得用于陆基填料的 对吧 还记得吗 好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对膨胀土特性 再跟大家做一下阐述 针对于膨胀土来说 因为里面含有大量的这种粘土矿物 粘土矿物给大家感觉就是颗粒的已经非常细 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容易吸水 我们认为呢 它是清水性的矿物 那么如果在显微镜下 你可以看这些矿物 我们发现它的颗粒呢 是成片状的 这样的话呢 就为它吸水提供了空间 因为表面积大嘛 对不对 又是细粒的粘土 因此很容易吸水 吸水之后导致的结果就是 吸水膨胀 体积增大 然后呢 等到它失去水了之后 体积又会收缩 那么这个特性 与我们陆基的需求 确实不一样的 因为咱们知道 对于陆基工厂来说 咱们要求它的变形 不要太大 是吧 要限制它的变形 因此呢 我们说 咱们需要进行改造 那么怎么去改造呢 我们常用的方法 主要是往里面进行参灰 往里面参一些石灰啊等等 大家知道 石灰本来起到作用就是 第一吸水 第二 可以固化这些土体 这样的话 一旦固化之后 强度提高 而且它又是半钢性的材料 对不对 那么今后呢 就容易产生 有比较好的抗变形能力 好 那么接下来 咱们看一下教材具体的内容 看一下第一点 膨胀土的工程特性 及主要特征 按照工程性质来分 分为几类呢 强膨胀 中等膨胀 以及弱膨胀 那很明显 在前面我们提到过 强膨胀 是不得用于 我们的陆滴填料的 那言外之意就是 中等和弱膨胀 是可以用的 那等一下咱们介绍一下 它们到底可以用在哪里呢 好 那么对于膨胀土来说 它对我们的陆基和建筑工程 有较强的潜在破坏作用 所谓的潜在就是说 一旦有了水以后 那么这个破坏作用 就有可能会发生 所以呢 我们可以经常看到 针对于陆滴来说 如果是膨胀土地区的 那容易产生 陈线呀 流塌呀 路间塌塌呀 和滑坡等变形破坏 针对于陆嵌来说 也会产生 波落 还有充施 流塌 以及滑坡 你可以看到 我在这个图上 展示就是我们的陆嵌 对不对 它产生了部分的滑坡 是吧 好 那这是关于它的特性 这个呢 简单了解一下 顶多考一道选择 好 那接下来看一下第二个 关于膨胀土地区物基的 施工技术的要点 这个内容呢 是2020年新增 并且部分内容 发生了一定的变更 好 那么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咱们的中弱膨胀土 到底它适用的一些范围 在这个图当中 哎 大家看到 这个表格呢 好像非常复杂 其实 如果你找一下规律的话 还是很简单的 它是成 阶梯形 逐 怎么样 逐少 增多 也就是它的应用范围呢 是从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三级公路 逐渐怎么样 范围变大的 那这样的话 特征就找到了 针对于高速和一级公路 我们是可以将中弱膨胀土 用在下路低的 然后到了二级公路之后 范围逐渐增大 扩大到整个路低 但是路床是不能用的 对吧 对于三级公路来说 又扩大到了什么 下路床 但是呢 上路床 确实不能用的 所以这块呢 它明显可以选择题来出 或者是来考察案例题的 该错 好 那接下来 咱们这里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 我们说高速一级下路低 二级路低都可用 三级不可用在上路床 那这个问题解决了 其实我这里呢 认为大家可以脑补一下 它这种阶梯形的变化特征 更容易记住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 对于这里面的对膨胀图进行了改造 怎么改造呢 方法就是参加了石灰 那么对于参半石灰这种性能好不好呢 好了 这里我给大家做了个解释 我们说膨胀图呀 一般它的天然寒水率是非常高的 这样的话 一旦遇到水 就非常容易粘结在一起而形成成团 那么参灰处理呢 其实是非常难以半合均匀的 因此我们认为呢 它参半以后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们认为 不宜用于高等级公路的路床 所以在这一块是说了 参灰处理呢 你不宜用在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的路床 和二级公路的上路床 这个请大家物标注意一下 那也就是说参灰它是不是万能呢 它并不是 效果还不是特别好 对不对 好了 首先呢 大家注意高级一级公路 它是上路床下路床都不能用 而二级公路 它可以用作什么 可以用作下路床 但是不能用作我们的上路床 那这个概念希望大家有用 这里用到的关键词是不宜啊 也就是说规范没有强制要求 但是你最好不要用 那么另外 它提到 高田方 陡坡路基 不宜采用 膨胀土填柱 那么这里呢 改出就是不太好的地方 大家知道 对于高田方来说 本身就容易发生滑坡 对吧 容易产生沉降 是吧 那么对于陡坡 陡坡本来就容易产生滑塌 所以不要做雪上加霜的事情 因此我们说 不宜用膨胀土来填住 那这里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两不宜 两不宜 好 那么再来看一下 两不得 哪两不得呢 第一 强膨胀土 不得作为陆基填量 那么第二个 对于陆基进水部分 不得用膨胀土来填住 因为它怕水嘛 是不是 所以这两个很容易理解 那这个呢 顶多考一刀选择 了解一下极客 好 看一下第五个 桥台台背 挡土墙 墙背 寒冻的 冻背 等部位 大家都知道 这些地方呢 我们用的材料 一般就两类 一类的话 就是透水性的材料 另外一类 就是我们的 无基结合料 是不是 那么对于 无基结合料来说 它具有很强的 整体性和 半体性 抗并性能力 因此可以用在 这些特殊构造 与陆地相接的位置 所以呢 我们大家注意啊 它这里是 严禁采用膨胀土填住的 所以这里给大家总结 两不移 两不得 一严禁 希望你把这个框架 建立起来 到后面自己做一下 这个展开 好 那么这块 如果感觉到 非常烦乱 那我通过这个思维导图 帮大家做了总结 我们就不再 跟大家提出了 只不过呢 跟大家讲一下啊 针对于陡坡的概念 需要给大家 再次建立一下 什么叫做陡坡呢 原来老教材上 是有的 新教材都删了 那我们把这个 规范拿出来 给大家做一下 补充 所谓的陡坡 主要指的是 咱们的原地面 如果它的坡率 1比m 是大于 1比2.5的 那这样的路低 我们就叫做 陡坡路低 那当然陡坡路低 你本来填 一般的土的话 就容易滑 更不要说填 咱们的膨胀土了 所以这里就说 两不移 哪两不移啊 第一个就是高天方 第二的话 就是陡坡路低 这个请大家 务必要关注一下 容易出现 我们的案例题 而针对于 咱们的这个特殊 构造物 跟路低相接的位置 我们说严禁采用 这个也容易出现 案例题的改错 好吗 好 这个内容请大家注意一下 好 那接下来再来看 第二个填柱 也就是接下来呢 我们讲了 膨胀土的填柱 以及膨胀土的开发 那么针对于填柱部分 大家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 填柱 是人为进行填柱的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般都要对其进行物理改良 所谓的物理改良方法呢 主要有以下其类 你比如说 对于咱们的弱膨胀土 它常常用到的方法就是 利用咱们的非膨胀土 利用一些好的土 比如说沙呀 对不对 等等 碎石 历石啊 我们用这些非膨胀土 或者呢 用无机结合料来处置膨胀土 那么一般情况下 在路低设置电层 两侧设置包边封闭 顶部设置封盖层 这就是我跟大家曾经讲过的 包饺子嘛 为什么要包饺子 因为它怕水嘛 是不是 那么这个包饺子做法 跟我们前面讲过的粉煤灰路低 是有点相似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说记得手 方法很简单 顶部 我们要给它设置什么 设置我们的封盖层 封盖层 然后呢 对于我们的两边边坡上面 我们要给它设置包边层 包边层 然后底部呢 咱们要给它设置电层 万一有水的话 那么水呢 要快速从电层给它排除出去 对吧 那么像这些内容包饺子做法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举一反三 做一个统一 因为它这里最怕就是水 好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第二个 中膨胀土 针对中膨胀土 采用比较多就是 用无机结合料进行处置 比如说用常用的水 最便宜的石灰来进行处置的 那么给大家补充了这个 基本概念以后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到底物理改良之后的膨胀土 陆地填住工艺 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教材的原味 我重点提几条 比如说第三条里面提到的 每层厚度不得大于300毫米 那么这里就提出来了 每层压实 我们说越薄越能够压实 是吧 当然厚度不能太薄 这里面给的是 这个厚度呢 要小于等于0.3米 这个非常容易出现案例的改错 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 那么这个内容 跟我们前面讲的 冬期进行填住 陆基要求是怎么样 一样的是吧 冬期进行填住的时候呢 我们说每层厚度呢 应该是去减少 对吧 而不是增加 那么减少了之后呢 然后另外它的厚度 还有小于等于多少 等于0.3米 好这里注意一下 那么第四个 它又提到了包标处理 这包标处理 不就是刚才我讲过的 包饺子吗 对不对 那么针对于包标处理的时候 它说 首先呢 你先填住 非膨胀性的包标图 或者是石灰处置后的膨胀图 然后再来填住膨胀图 两者交替进行 那么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示意图 示意图 在这个示意图里面 中间它用到的方法 就是三明治的方法 什么叫三明治 就是交替来填呀 对不对 你看他说了 你首先最下面呢 你先用好的土进行填 哪些好的土呢 比如说分膨胀图 是吧 或者是石灰处之后的膨胀图 然后进行填 填好了之后 然后再来填一层不好的 这一层是不好的 那么依次交替来填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说整个相对来说 就比较容易控制质量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一下啊 好的土 它在下面 上面有不好土 在上面又是一层好的土 那么中间这个不好土 就被两边两层好的土 给它包裹住了 那么就容易怎么样 容易不让它受到水的影响 是吧 而且周边呢 我们都是做了什么 包边土的 那么针对于这个周边 包边土的这个宽度 我们说了啊 它们施工的时候 跟我们中间土 在同一水平面上 它的宽度方向上 应该是同步施工的 如果你不同步的话 那么肯定会导致 它的整体性不够 是吧 那么要想同步碾压 那么必须留下足够的 压路基的宽度的压实 所以这里的宽度呢 我们要求大于等于两米 也就是说你满足 一个压路基宽度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包边土的宽度 那么在这边 给大家画了一个包角度的图 你到时候考试的时候 把一段图给你 你要知道它会实图 所以下面是谁呢 有印象吗 对就是我们的垫层 两边就是谁呢 两边就是我们所谓的包边土 对不对 再往上面就是呢 就是我们的封盖层 是不是 那这种包角的做法 希望大家能够实图了 那这个图呢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实图 说白了 我就把这个包角的做法 中间这一块 给大家做了一个 三明治的处理 考试这些图呢 都有可能会出 那么第五个 它说了 露床如果采用的是粗粒料 津田炉的时候 应该在膨胀图顶面 设置3%到4%的横坡 并采取防水隔离措施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咱们的下面施工好了 下面按照你刚才讲过的包角则 都处理好了 那么上面有个露床 而大家知道 按照我们前面讲 前期讲了 所有的露低 在施工的时候 都是上面用材料是最好的 对不对 下面用材料都是比较差的 这是取决它的受益性能的 那么露床这一块 它如果用的很好的粗力量 那么一旦有水 有可能会进入到 我们下面的膨胀土 它的陆地以内 导致它受到水的影响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给它做了一个横向排水坡 那么这个横向排水坡 一般还是设置比较大的 3%到4% 同时呢 这个水不能继续下渗 我们在这一层 给它做一层什么 做一层我们的防水隔离层 那么这个防水隔离层 用的比较多就是 我们这种土工和人材料 土工和人材料呢 它有很多作用 比如说可以做到过滤 可以做到透水 同时还可以做到隔离作用 防渗作用 那比如说 我们最常用到的HDP模 它就是一种很好的 防水隔离的 这样的一个防渗层 所以这里注意一下 总之我们让这个膨胀土 一定要拒绝谁的影响 水的影响 好 那么像这里的土呢 大家都建立起来 好 接下来看一下第二种 第二种呢 就是针对于 仓灰处理膨胀土填住的时候 那么如果土的天长寒水 是偏高的 那这时候注意一下 你最好用咱们的生石灰粉 去处理 为什么用生石灰粉 因为对于生石灰粉来说 它可以中和我们里面的水 同时呢 遇到水以后 它会产生一定热量 可以把这个水快速的给怎么样 蒸发一部分 所以呢 我们说用的是生石灰粉 但是呢 不能用快灰 因为快灰不容易参半均匀 咱们必须要用粉 用粉 而且最好用生石灰粉 因为消石灰粉 是已经和水发生化学反应了 对不对 这个我们大家 这个中学都学过 是吧 生石灰粉呢 最大的特点就是 遇到水以后 可以产生比较大的水滑热 对不对 好 那么生石灰 一分几次进行呢 我们说 最好分两次进行 为什么 刚才提到啊 对于生石灰 参半这道膨胀图里面 它们容易结块 所以呢 我们通常第一次 只是为了将其进行沙化 降低里面的塑形指数 便于进行粉碎 然后第二次参它 才是为了真正提高强度 控制我们的膨胀量 所以呢 经过这两次参灰 更有利于半壑均约 所以这里面注意一下啊 我们的参灰并不是一次进行的 最好呢 分两次 第一次沙化 第二次提高强度 好 那么半壑的深度 应达到 该层的底部 半壑后的土块 力竞 应小于 37.5毫米 好 这个数字 也有可能会出现改错 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这块呢 有可能会考察 关于石灰 如何去参办的问题 我们说最好是分两次参办 好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第三个 关于膨胀土地区 路嵌的开挖 刚刚讲的是 膨胀土地区 路堤的填柱 啊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路嵌的开挖 那首先第二条 给出了如何去开挖 我们在前面讲过啊 针对一般路基 与其东西事故路基 都要求 边坡开挖的手要干嘛呀 要留鱼 对不对 但是呢 在前面并没有给出 这个留鱼的数据 那我们这里面 却不一样给出来了 他说 你至少应该留多少呀 留鱼 300到500毫米的厚度 那么这个300到500的 这个厚度 什么时候给它 进行销去呢 我们说这里面 主要取决于 咱们的路嵌 是否完成了 如果等到路嵌 开挖完成以后 我们再给它销 当然注意一下 能不能一次性销掉呀 当然不行 如果你沿着 长长的路基 长度方向 你把所有的 这个300到500毫米的 浮土厚度 一下子给它销掉 那么可能 你还没有来得及 做边坡防护 可能你还没有 来得及做 我们的封闭处理 那么就会有雨水进来 雨水一旦下来以后 那么容易导致 这个膨胀度 吸水膨胀 吃水收缩 而导致它怎么样 导致它滑坡的 所以我们这里面 非常容易考一道 改错题 对不对 轻轻松松的 比如说我说 能不能把这个 膨胀土地区路嵌的 腹土厚度 给它一次性 开挖掉呢 请注意 不行 我们说 必须要怎么样 分段去销掉 销掉之后呢 请注意 必须要立即 进行加固和 封闭处理 对不对 那么这里面 主要是防止水的影响 所以这里面处理措施 要么就是进行 边坡加固 要么就是对其 边坡的泼面 进行封闭处理 你比如说 加固 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 加固的措施 比如这里面 这是某 道路边坡 做的一个 防护加固 它主要是在边坡 上面做了一些 框格梁 这些框格梁 纵横方向 都是进行线交的 然后在坡面上面 设置了芒沟 这样的话 可以帮助 边坡上有水 及时将其排除出去 然后在坡面上面 立马做了一个覆盖 当然它这个覆盖呢 应该说 出现了一些问题 对不对 它覆盖用到的是 我们的土工和人材料 进行覆盖的 那么土工和人材料 它是柔性的啊 一旦你里面的土体 发生了变形 那我们柔性材料 是可以允许 有一定变形的 那么然后呢 等到这个 全部处理完成之后 养护达到要求了 我们在上面怎么样 在上面给它 做一层植物 起到固化水土的作用 那么这就是我们 常用到这个 加固措施 当然你可以做封闭 怎么封闭啊 你可以用我们的 非盘站图 包标图 给它做一层什么 包标 是不是 总之一句话 防止水的影响就可以了 所以这一块呢 有可能会考你 到底如何处理 处理的方法有两个 第一个是加固 第二个是封闭 好 那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的第二条 第二条这里面呢 就给了我们的 防护形式 就是你这个边坡 到底怎么防护呢 他这里面说了 第一种呢 你可以用非膨胀土 覆盖之换 那刚刚说了 其实就是我们这里面 做的一个封闭 做的一个什么封闭啊 我们用非膨胀土 覆盖之换 那么做一层封闭层 对不对 那么第二个 你也可以用 咱们的柔性防护结构 那么柔性防护结构 是什么意思呢 我在这里给大家 做了一个解释 所谓的柔性就是 一旦我边坡 是膨胀土 它有一定的膨胀 有一定的变形 那么你这些防护结构 可以跟它共同变形 如果你不能跟它 共同变形 比如说你很硬 你是刚性的 这个防护结构 比如说你是 僵气片式挡墙 对不对 那么你这样一个挡墙 如果坐在 我们这样一个什么 这样一个膨胀土 边坡上面 有什么后果呀 它要膨胀 你呢 自身抗烈性很差 你不允许它膨胀 那这个时候 你就会开裂 一旦开裂之后 很有可能 这个地方 也会成为进水的通道 对不对 导致这个地方 更加容易进水 而且你们会 共同产生什么 滑坡 所以呢 我们认为 更容易失稳 因此这里面 经过大量的实践证明 我们国家 由原来的 刚性防护结构 给它改变成为了 我们的柔性防护结构 所以这里 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当然 我们这个防护结构呢 还比如说 你要用咱们的 僵气片石 或者是这种护面墙 同样它也是刚性的 它也是刚性的 不得用在这里 咱们应该用 柔性的防护结构 那么柔性防护结构 有哪些呢 比如说化学改量 就是你往土里面 给你参半 用些石灰水泥等等 对吧 这都是属于化学改量 那么第二个 你可以用土工之物 来进行 共同变形 是吧 这些都是柔性的 好了 那么像这些 柔性的防护结构 在我们考试的时候 是很容易出现什么 案例改错的 大家注意一下 好 那么这里面还需要注意 如果你采用 这种两种防护结构的时候 那么你的覆盖层 置换的厚度 到底是多少 所谓的覆盖层 就是你把边坡上 不好的这个土 给它换成谁呀 好的土 对不对 那么我们说 置换的厚度 应该是大约等于 2.5米 而且我们说 压实 一定要怎么样 保证压实度 大约等于90% 那这块就很容易考察 问答题了 那么覆盖层 它与下幅的膨胀土之间 咱们还应该设置谁呀 排水垫层与神沟 一旦有水 可以把水怎么样 快速的给排除出去 那么看这段话 表明呢 这块内容 非常容易出案例了 因为对于膨胀土的 这个路线边坡呀 它是天然的 对吧 但是你一旦开挖了 就给我们的水 提供了通道了 对不对 很容易发生滑坡了 所以这里注意一下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实图了 那其实刚才讲这个内容呢 表面上字很多 其实用图来表示 是并不难的 首先呢 这边就是我们的路线 那这边我的路线 已经开发完成了 这是开发完之后的 这个路线的边坡 那么顶部呢 还设置了谁呀 设置了我们的解水沟 解水沟 那这个图 大家是很熟悉的 对吧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边坡坡面上 做的哪些处理 首先第一个呢 我在边坡的坡面上面 给它设置了一层什么 一层排水电层 那么一旦有水进入 我可以通过这个排水电层 将水怎么样 将水排除到这边的电层 那么这边电层底部呢 是容易怎么样 容易积水的 所以呢 这个水容易下渗到 我们的膨胀土里面 导致它产生变形 所以呢 在这个电层下渗 我一般给它设立一层什么 设立一层防肾的土工和人材料 不希望这个水对它产生侵扰 那么这样的话 将水引流到这边 那这边有个泄水孔 可以将水排除到 我们旁边的排水沟里面 那么在底部 我们还可以给它设置一些什么 设置一些 大家非常熟悉的肾沟 如果一旦有地下水 可以通过这个肾沟 将我们的水引流出去 防止膨胀土受到影响 那么在它的边坡面上面 我们还设置了好的土 也就是我们用非膨胀的土 对其进行了改良 那么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非膨胀土是分层进行填住 分层进行压实 我们要求它的压实度 要大于等于90% 对不对 而且呢 每一层你的压实这个宽度呀 我们说要大于等于2.5米 对不对 那这里一定要学会石土 那么当然在顶部 我们一般会给它做一层封闭层 比如说这一层 我们给它做一层水引下浆 主要是防止水的进入 对吧 一旦就水引下浆 后期开裂了 有水进入 我们也不怕 因为这里设置了什么 设置了咱们这里的一个电层 对吧 它可以排水 所以对于这里的石土题 希望同学们务必要会 我记得当时在 很早大概是06年的时候 咱们曾经考过一次膨胀土 路级的施工 就考察是路线 然后画的这个土 跟这个土差不多 但是有些许区别 当时教材还是没有这个内容的 现在把这内容加进去了 就更容易出现类似的石土题了 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好 接下来看一下第三个 采用植物防护的时候 不应采用阔液树种 因为阔液树种非常容易洗水 是吧 那么洗水了以后呢 就导致它的这个土壤是很湿润的 那么这个土壤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膨胀土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会导致它容易受到水的影响 而产生滑坡 所以呢 你尽量采一些 这些叶子呢 不是特别大的 比较容易抗干旱的 这类树种是最好的 好 接下来看一下第四个 乌宫防护石 这里的乌宫 其实就是我们的钢性防护 就是钢性防护 比如说水泥沙浆啊 做的薄面 对吧 或者是我们喷射层塑混凝土呀 那么这些都叫做乌宫防护 还比如说咱们用浆气片石 做了一层啊 干气片石做了一层啊 这都属于乌宫防护 那么一般都是刚性的 那么它的墙背 应该设置缓冲仓 那么比如说 大家看一下我这里的图 我的泼面用到就是片石 是刚性的乌宫防护 对不对 我们说了刚性的乌宫防护 不太好呀 为什么 一旦这里面有水 那么膨胀土就会产生谁呀 膨胀 那么一旦膨胀了 就会把这片石 这个乌泼面给它怎么样 挤裂 对不对 那么它就会成为进水的通道 更容易加速它滑坡 所以呢 不好 那怎么办呢 我们一般在片石 后面层 也就是乌宫防护层 跟咱们这个膨胀土边坡之间呀 给它设立层缓冲层 这层叫缓冲层 那么这个缓冲层厚度 应该是小于等于0.5米的 那为什么要小于等于0.5米呢 因为如果说你这个缓冲层厚度比较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片石互泼是不太稳定的 容易出现怎么样 下滑 所以呢 这里要求你的厚度呀 要小于等于0.5米 你用了这个缓冲层呢 很容易怎么样 你这边产生变形 比如说我用沙来做缓冲层 那我沙自身是怎么样 可以吸收这个变形的 对吧 那它不会 不会让你的片石破面产生变形 对吧 这就是缓冲层的作用 好 那接下来看一下 咱们的支挡结构基础 那假如说我们旁边 如果做了一个挡墙 比如说我在颇奖的位置 做了一个挡墙 它说了 你的基础呢 应该大于气候影响深度 也就是说你这个基础呀 它的埋深 你需要考虑到 这个下面的地基 地基土 它也是膨胀土 那么这个膨胀土 不能受到大气的影响 比如说大气的湿度比较大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部分土体里面的湿度 也会比较大 那么OK 这部分膨胀土 就有可能会产生膨胀 导致你这个基础怎么样 也跟着膨胀 是吧 所以呢 我们认为呢 你要大于 这个气候影响深度 也就是说 这个地基土呢 它不会受到大气水深度的影响 不会受到大气里面的湿度的影响 那就OK了 就不会产生膨胀 也不会产生收缩 对吧 所以这里注意 应该是大于 应该是大于 好 那么对于反律层的厚度 应该不小于0.5米 那么这里的反律层 主要指的是挡墙后面 这里会设置反律层 那么到后面挡墙施工 我们会具体给大家再讲 好不好 这里注意一下 好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我们这里的第五条 那么对于林田和挖方路段的路床 这又是一种特殊情况了 对不对 所谓的林田 它就是用原地面 作为我们的路床 是吧 然后挖方路段 它就是一个什么 用天然的这个地基土 来作为我们的路床 那这里来看一下 那这块就提到了 它说 如果你是高速一级 这种高等级的 那么一般换田的深度是 0.8到1.2米 这要不要背啊 不要背 为什么 因为对于高速一级来讲 它的上路床和下路床之和 要么是0.8 要么就是1.2 对不对 所以它这个意思就是 你把路床全部换掉 所以这块就考察 你对路床的概念啊 那么如果你是 强奔掌土路倩的路床 那么就是你换田 应该换田多少呀 这里换田更多 我们说是1.2到1.5米 这个你需要记一下 那么如果是二级公路的林田 和挖方路段 那这个时候大家知道 对于二级公路 它这里换的非常非常小 对不对 因为对于我们的这个 二级公路来讲的话 它这里本来等级降低了 是不是 它这里是0.3米 那么如果对于 强奔掌的路床路床的话 二级公路大致 我们要换多少 0.5米 这里换的相对来说 比较多 比较多 因为它是强奔掌吧 对不对 好 那么这里在换田的时候 换田的材料 如果是透水性材料的时候 我们底部一定要设置防身层 这个我前面多次说过 对吧 防止水继续进入 好 那么如果是路倩进行超挖了 也就是挖多了 怎么办 我们即使要进行换田 那么不得长时间暴露 因为它非常容易受到谁啊 水的影响 那这块呢 备注反而更加重要一些 那么这里面希望大家重点掌握一下 高速公路一级 林田和挖方路段 入床 它的换田程度是多少 好 那这个内容大家注意一下 容易出现改错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咱们就跟大家讲完了膨胀图 它的一个施工技术 那么这里我希望大家重点掌握的是 天方和挖方的施工技术要求 尤其这块石图容易出现案例 好 那接下来咱们看一下第三种 就是湿线性黄土地区陆寄的施工 那么针对于湿线性黄土呀 它的名字就说明了它的问题 由于对于黄土来说 它里面含有大量的粉土 那么这个粉土呢 大家知道颗粒粒径是比较细的 而且颗粒与颗粒之间是有连通孔系的 就导致了它是形成一种疏松结构 就讲这是我们的粉土 那么其实它里面是有一些孔系的 而且是孔系比较连通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的结构性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的粉土含量达到了60%以上 它的天然孔系比也是达到了1左右 达到了1左右 咱们知道软土的天然孔系比是一般是大于1的 对吧 而它呢 是一般在1左右 在1左右 那可以可见 它的孔系也是非常大的啊 你看它说肉眼都可以见大孔系 而且呢 它不光有粉土 它里面还含有大量的可溶性原类 说明它也怕谁啊 水啊 那么当这些泰酸盐 硫酸盐 那么遇到水以后就会被溶解失现 是吧 而且它的孔系又比较大 又容易怎么样 吸水 所以呢 我们认为 这个时候一旦进水以后 它的结构迅速破坏 从而产生一个显著的下沉 因此它的名字就叫做 湿线性黄土 非常好理解的 对不对 黄土一旦遇到水以后 它很容易湿线 湿线以后容易形成穴 容易形成坑 容易形成坍塌 对吧 这里注意一下 所以呢 它的工程特性 是非常明显的 这个工程特性 容易出现选择 比如说 第一个 湿线性 第二个 易融石 第三 易冲刷 第四 各项异性 这里注意一下 那所谓的各项异性 指的是 数项有一些连通的孔系 对吧 结构性是比较差的 但水平项 它的孔系性 相对来说怎么样 都是很连通 因此我们认为 数项和水平项的 它的特点是不一样的 好 这里注意一下 那么像它的工程特性 这一块呢 一般是选择体为主 这里面我请大家区别一下 就是我们的黄土来说 主要是含的粉土 而我们前面讲的膨胀土来说的话 一般主要是含的是谁 含的是咱们的清水型矿物 蒙托石和伊利石 两个是不一样的 希望大家对比一下 那么针对于世界黄土来说 我认为它出现 暗体的肯定非常小 所以我们快速的 给大家讲几个考虑 那么这里 大家所看到的 就是世界黄土了 那么针对于你们 这里所看到 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给你的感觉就是 黄土它真的就是 可以垂直直立 而且呢 如果不遇到水的话 它针对老黄土 也就是行政年代 比较久的老黄土来说 它的性质还是蛮好的 它的整体性 还是比较好的 但它怕就怕 第一这个黄土呢 形成的年代 比较新 第二的话 就是怕遇到谁呀 水 一遇到水之后 你看这形成了个大坑 是不是 这就是坦特性 好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咱们2020年变更的地方 就是变更了 关于世线年黄土的 处理措施 那么首先第一个 它怕遇到水 所以呢 我们第一个处理措施 就是防止地表水的下势 最第一个 第二的话就是 我们一般还可以 采取一些换田 把这个黄土换成其他好的土 对不对 还有第二 第三个就是 它的孔系不是那么大吗 那因此你可以采用冲击碾压 还有强康 还有紧密桩 对不对 这其实这三个都是一类的 这三个就是用的什么方法呀 减少孔系的方法 对吧 减少孔系的方法 好 那么第四个方法就是 我们还可以用装机 因为大家知道 对于装机处来说 最大的特征就是 这个装啊 它的抵抗变形能力非常强 所以呢 如果有了装之后 它自然抵抗变形能力就强了 就不害怕 这个产生变形了 所以这里面主要有四类方法 好 那么另外呢 就是因为它是属于特殊路级嘛 我们说 所有特殊路级都是在 施工之前必须要做试验段的 那这个很容易理解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一般如果你要采用其中的冲击碾压 或者是强康处理的话 那么通常我们要 测定哪些参数 那这个呢 容易出现一道多选 大家注意一下 一般情况下 我们要检测那些参数 第一就是低基图的压实度 这第一个参数 第二的话就是压缩系数 什么叫压缩系数呀 压缩系数一般主要指的是 它的抗变形能力 压缩系数越大 说明还越容易压缩 所以我们要测一下压缩系数 好 第三的话就是 失线系数 失线系数 主要是这三个参数 这三个参数 一般什么用策呢 一般是在强康 或者是冲击拟案以后 七天过后 然后再进行检测 那么其实还要检测 第四个参数就是强度 但是强度呢 是必须要在15天之后 再进行的 所以这里面 比较注意一下 就是检测的参数 以及它检测的时间效应 那这一块容易出现 我们的选择 好 那么接下来 教材里面又给出了 它的细节内容 同学们自己可以看一下 你比如说 我一般采用换天来做 通常我可以采用哪些电层 那么这个电层 大家有没有发现 主要是两大类 一大类就是我们经过改良 无积极合料改良的 对不对 像石灰土呀 水泥土电层 另外一类就是我们的 速土电层 是吧 那么这里面 我们要求电层的厚度 也是小于的 0.3米去碾压 那这个要求 跟我们刚才讲过的 这个膨胀土是一样的 对不对 一般对于膨胀土的路低 在填土的时候 为了获得压实度 咱们这里都要求 分层厚度怎么样 小于的0.3米 好 那么这里面关于 冲击碾压法 一般在处理的时候 我们说 处理的长度 注意一下 要大于等于100米 要大于等于100米 好 那么与结构物的安全距离 不满足要求时怎么办 因为冲击碾压 前面讲过 就是冲击压路机 对吧 它会给周边带来一定震动 但是呢 我们这种 黄土 它最大的问题 是结构性比较差 对不对 你不要因为 你在处理这一片 然后你的震动力 把人家旁边那一片怎么样 给人家怎么样 震动塌陷了 对吧 形成孔洞了 那肯定不好 对不对 为了防止相互影响 我们说 如果说你处理的安全距离 距离我们的结构物怎么样 比较 不能满足要求 比较近 那怎么办 那你就给他开发 这个隔阵沟 这个隔阵沟的名字 你还是需要知道的 好不好 好了 其他内容 大家自己看一下就可以了 我重点强调一下 这个隔阵沟的问题 好 那么接下来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这图就是我们所谓的 冲击 拧压压路机 对不对 它是有一定震动的 所以注意一下 我们这里面 安全距离 不满足要求 怎么办 我们最好挖一个隔阵沟 好 那么接下来 再来看一下 第三个 就是关于 失线性黄土 陆基的职工 这里面一样的 整个讲课的套路 都非常简单 就是前面 对他的工程特性 做了一个讲解 然后再讲解 基本的处理措施 然后就开始 陆基和谁啊 陆倩 这个跟我们前面 讲过的 横杖土的结构 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接下来 看一下咱们的 陆基填柱 陆基填柱 怎么进行处理呢 他第一个说了 他说 如果说 你这个黄土填料 它的CBR值不满足 咱们前面 讲过的 陆基CBR值的要求 怎么办 咱们可以 参石灰 进行改良 那么这个改良方法 跟咱们前面 讲过的 痰黄土 对啊 痰黄土 一般怎么改良呀 也是仓灰呀 对不对 还跟我们 刚才讲过的 膨胀土 它方法是一致的 所以大家有没有 发现 对于这种 还有软土 对吧 软土也可以用 石灰来改良 所以大家有没有 发现 对于处理这种 特殊陆基的话 有一个万能的方法 就是对于其改良 改良就是 往里面掺杂一些 集合料 是不是 这是万能的方法 黄土不得用于 陆基的进水部位 因为它也很怕水 对不对 老黄土不宜用作 陆床填料 一般我们认为 老黄土 其实是比较好的 知道吧 因为它的直立性 是比较强的 然后整体 是比较好的 但是由于这种老黄土 比如说我们的Q1和Q2 这种老黄土 它的透热性 是比较差的 然后大块土呢 它是不宜粉碎的 所以我们认为 陆床部分最好不要用 这个了解一下 最多出一道选择 最多出一道选择 好 接下来看一下第三个 第三个呢 是针对于填蛙结合布 我们知道 一段是填的 一段是蛙的 那么你填蛙 中间这一段 怎么样做处理 那我们处理的方法呢 两步 第一步就是 先给它进行清除 对吧 主要是清除 表层的松散图 或者是表层的 一些不良的这个图 是吧 第一个就是清表 那么清表完成之后 第二步 我们的顶部 最好呢 给它开发成一个 多层台阶 那么这个多层台阶 有什么要求呢 它说 你的这个 开发的这个多层台阶啊 高度啊 要小于等于两米 然后你的宽度呢 我们说 要大于等于两米 为什么这样做 好了 那这里呢 就取决于我们黄土 在处理的一个处理思想 一般我们处理的思想 是采用宽台陡坡的设计思路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台阶的宽度 是很宽的 大于等于两米 对不对 所以这里是宽台阶 宽台阶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陡坡 我们为什么开发 这种直立的这个边坡 原因就是因为呢 我们的黄土 它有一个最大的特径 就是它属于沟壑纵横 也就是你看一下这里的图啊 我们对于天然形成的这种黄土沟壑 你看它自身都是这种直立的 直立的而不出现怎么样 倒塌 原因就是因为它本身具有良好的直立性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开发台阶的时候 我完全可以直立开发 那么不容易受到影响 对吧 它相对来说还比较稳定 那么另外的话就是 咱们通常我们在结合部位 顶部我们要给它开发 这个比较宽的台阶 因为一旦它受到水的影响 它还是容易出现滑坡的 所以你这个台阶宽度呢 尽量大一些 这个宽度呢 我们要求大于等于两米 所以一定要注意啊 黄土给你感觉就是直立性很强 但是呢 它的宽度要求怎么样 开发台阶宽度要宽 好了 这里注意一下 好 那么这样做的目的就是 我们大平台就减少了坡脚 它所受到的减硬率的集中 有利于边坡的稳定嘛 对不对 开发宽度越宽 肯定是越稳定的 所以这里面就是注意一个 宽台陡坡的思想啊 多宽的台 多高的这个高度 你要注意一下啊 高度是小于等于两米 宽度是大于等于两米 好 那这个问题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好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第二个 陆嵌 针对于陆嵌来说 首先第一个 它也是要注意到水的影响 所以通常呢 我们在这个陆嵌顶部 一般会设置防胜节水沟 或者是蓝水梗 好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第四条 在陆基边沟 通常它最好在基地处理后 陆床成型之前就是施工 那这里就是边沟先行了 对不对 排水先行了 是不是 先施工节水沟 然后开挖到底部之后 我们说先开挖 编沟 然后再形成我们的陆床 好了 这里的先后顺序 大家注意一下 总之一句话 排水先行 节水先行 好看一下第四个 地基洞穴到底怎么去处理 这个简单了解一下 我们说施性黄松 最大的问题就是产生 大量的什么 施性性的这些洞穴 那么这个洞穴到底怎么处理呢 第一个注意一下 我们可以回田 回田的时候一定要分层回田 分层夯实 第二个的话就是 针对于明蛙回田 进行夯实 也就是如果是这个洞呢 相对来说不太稳定 那我们可以把整个先给它开挖 开挖之后 然后再分层进行回田 那么第三个就是 我们也可以开挖导洞 或者是树洞 这些辅助洞 来帮助我们进行回田夯实 第四个的话就是可以进行灌沙 第五个也可以往里面灌 咱们的江叶 对吧 比如水泥浆 石灰浆 对不对 然后第六个的话可以进行爆破回田 好了 这里面说白了 我们进行开挖导洞 开挖树洞 开挖明洞 这个进行爆破 都是为了更好的 将坏的材料给它移走 然后再给它怎么样 填上好的材料 以确保它下面是稳定的 好 那这块了解一下 最多出一道选择 那么这里的细节问题呢 大家自己回去看一下 这块内容不太重要 以了解为主 好不好 我呢把重点内容给你们做了一个黄色标记 你们简单回去看一下就可以了 好不好 那么这块内容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那么我们今天其实主要重点给大家讲的就是 膨胀土路基的施工 那么至于膨胀土呢 希望大家重点掌握一下 咱们的路低和路线的施工技术 以及掌握一下它的材料用途啊 也就是比如说咱们的中路膨胀土用在哪一级道路 对吧 那么针对于咱们的高天方和陡坡又应该用哪些材料 不应该用哪些材料 你必须要清晰 那么第二个话对于黄土来说的话 我觉得黄土重点你掌握一下它的处理方法 啊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处理方法一般以选择体为主 另外就掌握一下的工程特性 跟咱们的膨胀土有什么区别就可以了 好吧 重点咱们放在膨胀土 因为时间有限啊 所以我讲课呢 还是侧重点比较明确的啊 黄土不是重点 我黄土就讲的不是特别多啊